其實一個人聰明或不聰明是沒有什麼定義的 因為日傘環又一傘高 其實最重要是做什麼都好 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失敗之中吸取教訓 以及在過程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我本身不是聰明的人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不敢認聰明 如果要強行認一次 就是這幾年我在這麼忙 我都能夠完成了我的博士論文 但當我拿到博士論文之後 我更加不敢認聰明 因為原來真是河海無崖 所以我很支持人生需要持續進修 不斷學習的 今天接受我們訪問的嘉賓 他給人的形象就是 他經常認聰明的 那確實看回頭 他也是挺聰明的 他十幾歲已經出來工作 闖蕩江湖 結果可以說 都有他自己一番的事業 但是聰明之中 其實他是付出不少的努力 這位是我們人稱聰明的陳百祥先生 有很多事情都很聰明 你唱歌比我更聰明 打歌曲呼球比我更聰明 你自己報了,還有甚麼比我更聰明 他做生意比我更聰明 做官比我更聰明 做人比我更聰明 那已經是三比二了 那不是,你沒有做過官 那不可以這樣比 那我想做 是沒有能力的 你想做嗎?現在也好 你對著觀眾這樣說 我們能力也不可以嗎 我們能力也不可以嗎 因為特首能聽到 我們能力也不可以 我從來沒見過人做生意 年輕的… 我們不要說讀書前期 我們說前期就是… 大家也很艱辛 為何他今天會跟Frey 因為他是我的偶像 做生意成功,做事業成功 然後他轉為官 那完全跟職業無關 還要做官 一做就由最低的收視率 我們現在正在做電視 我不是說… 我們所謂民望 其實民望如浮雲 不過浮雲底 到他說不做的時候 那塊雲就升上最高 現在我訪問你 不是你訪問,不是說我的話 我告訴大家 觀眾沒有興趣知道我的話 為何我會肯上來 你也知道 我們經常看到我們 以為我們經常在眼裡 寫了兩個錢字 沒有騷錢就不出現 沒有什麼不做 那不是沒有錢嗎? 我可以不證明 我可以不證明 我也能求上來 Nego突然在鏡頭前面 Nego,你覺得自己讓人很聰明 有什麼不聰明 其實我沒有覺得自己讓人很聰明 別人覺得我聰明 還有可能我在螢光做了那個… 為何人要叫你Nego 我先去看 由我出生 我一個月已經是天主教徒 我領使,全名叫Natalis 那時候我讀小學 阿勒… 你知道我剛剛是A班 整班都是外國學生 我只有兩個人上中文 50個人 這是葡萄牙文 那是西班牙文 這個要讀… 變成Joseph,人家叫Joe 那個Nego字 這個小小的 但我真正的Nego字 形象出來,經常都要承認 承認屎承認屁 可以說 這樣一天… 阿勒以後,這樣的形象可以 每天有人寫上來批評 是嗎 對,投訴 為何有一個人亂說 他們看慣了謙虛的 何手信、審殿下 甚至沒有… 就算是盧大衛 都沒有人做這種形象 我就是這樣想 我半途出家 不如做個這樣的形象 行就行,不行就快去睡覺 又不用睡覺 做到今天,做人接受了 那時候接受了 現在接受了,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可能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我們做電視 可能都出現了 人人都看網上的東西 不過這個節目一定要看 Nego,如果經常都承認 那個形象是… 一會出來 但又發覺自己有些東西不厲害 那會不會很辛苦 不會 這個是我其實… 因為我們小時候沒有錢讀書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社會大學 全部通識 慢慢報章 或者我自己看東西 現在流行的通識 現在流行的 但大家利是 那時候說在40年前 當然… 你少學很多東西 我們沒有經過高深的教育 也沒有機會 根本沒有錢給學費 全部都在街上學回來 學完之後 認得厲害的東西 其實給你一個鬥心 來鞭撻自己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看 那個人這麼厲害 為何他這麼厲害 你去問原因 你會去尋根究 你會學習 為何他會發達 為何他會做到這件事 我看了何手信 為何… 他也看了教師 為何他做金牌師 現在做做藝可宜 我入歡樂金燒 看著他學習 當然不看學了他 當然看過他的頭 對吧 其實我看過他的頭 因為他的年紀 沒有關係 何生自己退移民 不做 我學劉開鵬怎樣 又學劉大衛怎樣 你讓他學習 你們鞭撻自己 我不懂得跳舞 但可以跟老師學樂 唱歌沒辦法 我們被迫出來賣唱 不想唱 否則譚明倫沒有今天 我們被迫多少報紙交學費 早上上學 晚上,漁男打仗 你在酒吧彈400元 那時警察也要380元 那小孩已經400元 就變得多豐富 這個鬥心 是否導致他很醉心於運動 醉心於成功 每一件事,我會專注去做一件事 我想學冰球 我會找一個最好的人去學 我想知道有些知識 我會找最好的人 例如有些人想不到 為何我會這麼厲害賽馬 我是很醉心於賽馬 我做一做一做 找最厲害的人去教 不像夏文 做一做,我做了職業的馬師 也不夠 我再找賭馬最厲害的人 拜他為師 他小了我四年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他對賽馬的知識 理論、數學 我跟了一段時間 我就學到這件事 跟了多久 現在還沒脫 還沒脫 還沒脫 跟速十多二十 除了你說 你很不似夏文 不斷問人 但其實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時間 我都說了 我當的士司機都多人三間 我四時起床看神操 八點鐘開始做完馬房 看完馬的東西 我就開始十點鐘股票開 那時候在拍五部電影 我在做不同的職業 晚上… 我最高七天 七夜無法回家睡覺 我就靠時間去學習我以前的不足 如果我駕駛的士 我沒有下班 我應該收三班錢 一天二十四天 我經常計算 我起初沒想不到 我還沒死 我們經常說 骨甲子,六十歲 頭十五年用來吸收知識 後十五年當作退休等死 中間有三十年 三百二十四還要睡一百個小時 計算愛情、事業 只有二十年 不要,只有二十年 不睡 不睡,你會慘嗎 很慘 不好意思 我還沒慘 是 其實原來… 我問過醫生 對還是不對,我不知道 但我證實了那種 一個人一天睡四個小時 是一個循環 其實是足夠的 後面的是享受 有些人經常說睡得不夠 對,身陣代謝 因為要睡一小時 他睡了一小時 是轉了第二個系統 因為第二個系統 應該要多睡四個小時 即八個小時才行 還有,我跟他表弟練習了一件事 因為是最高的絕技 就是走一分,站一分 甚麼?你停一停,說一會 我靠在椅子裡 你沒有說話,然後就睡了 但我又可以醒醒 又可以繼續那個環境 接上去 對,他的表弟更厲害 打麻將 你一旁,他睡了 有他,我來看 他睡了一會 到我,他一摸自摸 這個世界 原來得失是以定律 有很多東西 但你一定要勤力 對 你一定要不斷學習 不斷學習,不斷勤力 我經常說 人的運氣或你的成就 就像你頭頂兩呎 上高的天空的流星 你當中流星 當然想拿個月亮 但你不斷跳,想拿個月亮 當然未必一定拿到 拿不到,跳得多 一顆星撞到你 你就剛中了那一刻 但你試過不止下問 很勤力,都是很難學到 你怎樣… 我想科學 我沒辦法追到崔奇 或者… 霍金 對,霍金 我想那些真的要由… 所以我現在鼓勵年輕人 一定要讀書 因為你不讀,你出來競爭 不能競爭,不同於我們的年代 我們年代 大家都可能未必去到 我們那時候只有兩間大學 還要過入港大算 都能找到工作 還不要說哈佛 甚麼MIT 考考SAT 聽都沒聽過 我們中學畢業 開心得不得了 中學畢業已經可以去考幫辦 1180元人工,我也考到 但我正在彈樂隊 已經收到1800元人工 沒理由減700 還要把頭髮剪掉 把頭髮剪掉 所以我沒有做差 就是你不做機手 快要把頭髮剪成這樣 不然馬上,你挺無處長 不,一定在坐 當年沒有ICAC 我太聰明了 我想我一定是 全港最大的收租奴奴 我變成了不憂兩餐 我沒有子女 我只有一件事,甚麼都敢討論 你有齊所有東西 但原來時不如何 原來你就會失敗 輸了多少 超過十億 超過十億 這樣才有健康的心靈回應 例如你說我英俊 我就不會說很開心 你說我醜樣,我也不會不開心 因為我們不是屬於英俊 但在鏡頭說謊,不會疾口 我懂得比他們更多 通識也比他們更好 我不知道他們… 會不會唱歌 在他們當中 對,我唱歌,大家有和諧 有和諧 你不是在香港做的事嗎 我每年都幫拘捷金 我做那麼多錢 我又幫東話做那麼多錢 你派餅就帶了很開心 我可以做藝人 我知道,但職業沒有分別 也當藝人鑽想做議員 對 有,但問題是 我喜歡帶歡樂給別人 我不喜歡帶爭執 或者大家都得不到答案 我不喜歡得不到答案 我很快就得到答案 我做一門藝術 我做一門藝術是引人開心的 那門藝術是他們自己的爭取 我在這裡不敢談正式 因為我不懂 我永遠… 這是我死鬼半個導師教我 黃占 會見到甚麼人 會說一些他不懂的事 例如像你一樣 我不知道會說甚麼 因為你甚麼都會 而牧師 我一定會說怒教和佛教 一定不要說天主教 我哪會教他熟 看Nego這麼厲害 在你人生中最難忘 即是哪件事最大挫折 沒有,真是民心狂 我不看挫折 我真的… 雖然我讀書少 但我念熟那些… 我們嶺南人 其實很多清朝統治之前 其實全部用… 唐師三八手都是用廣東話寫的 是 失敗乃成功之無 是老土這句話 但在我心目中 我可能看得到沒有少許多 我很接受這句 對,每一次的挫敗或失敗 我只是當作經驗 我沒有消失這句名字 我來的時候是零 我零 我反過來是零 沒事的 我又起步過 就要我負 我都可以… 即是回歸正 所以我不會覺得很大挫折 你問我有失敗例子 多到不得了 是 但是問題 我不負擔是一個挫折 我當作是一個經驗 我覺得… 老師,這個態度 這個態度 值得我們學習 我現在談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有幾件事 可以在他身上學習 就是他那個… 不要當任何失敗 是任何挫折 只是一個過程 對吧 可以學習後更加會厲害 這個也是厲害 還有一句話 剛才你說的 我聽得入耳 我想你再… 不是…全部都入耳 我剛才說很入耳 你有沒有聽到 是… 很入耳這句話 就是我看到一個人 我會想怎樣可以做到 好像他那樣 更加好過他 而不是… 去仇視化他 去仇視化他 沒錯 為何這個人會… 沒錯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你現在看報紙 甚麼仇富 甚麼仇富 好像我以前也是 我看到一個人比我有錢 我說… 我想想辦法 我有一天… 為何他這麼厲害 為何他這麼厲害 我可否達到他的水準 甚至超過他 就不會說 你這麼有錢 你給我一點錢 對 不會的 如果民主 我們把最有錢的幾個人 把錢拿出來分開 一定會全部舉手 世界大戀 對吧 Nego,你這麼厲害 你現在又… 我不是這麼厲害,經常沒有交通 我就是去參考別人 因為你唱歌 你唱歌 不是,那首歌 你會否想過 將自己的東西傳授… 現在你也陪伴 我看這個本事 我只是一個很地道通識的社會大學 我比較懂,不會輪流下去 你說傳授… 我師父教我的菜碼 他習了幾十年的經驗 然後告訴我 他又懂得財經 我變成不優兩餐 我又沒有子女 我只有一樣東西 甚麼都敢搏 我賭徒性格太大 我的東西其實不適合人用 我上毛高堂、下毛子女 甚麼都可以,鋪鋪都推出去 搏了,那P一適合我 我就買了它 普通人不認識 我很可憐 我兩個月都中六次三T 那怎樣教人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場中 是嗎 問題是我認識數據 那四千萬萬元之一 我把它撕至最低 然後我把那個混合計算好 那天我有點運 其實我是帶運走 我真實的本領一點都沒有 所謂天時地利人王 對,兩個九號 現在看了金融這麼多集的書 都可以 我們當時想想也不行 也不知道怎樣收錢 我當時除了六十多個 只要簽給我.com的藝人 比TVB多 我想有華人地方的藝人 紅的都差不多簽給我 我想佔百分之七十 幾百分之八十 台灣我都簽了 掛簽了 國內我又簽了 我整個計劃想得很適合 我又跟國內第二大院線合併 中影是最大的國家 第二條線是我們 本來可以做得很大 但原來時不如我 你都簽了所有東西 都簽了所有硬件 軟件也在我手上 但硬件的速度 不能配合軟件 然後你就會失敗 其實我輸的最大鋪 如果在事業上 銀牙輸最多是我 那裡 輸了多少 過十億 就是整個投資 其實你不能說輸,是投資 你到那裡還未成功 後面的浪已經蓋上來 別人用新科技已經贏了你 這些就是我們不夠年輕 但這次的投資 石不利 你吸收和學到甚麼 吸收到,不要走得太快 然後時代節奏 慢慢走,不要太急 我第一部劇集中 我拍攝《青春月潮》 《金國亮》拍攝 當時的《金國亮》 我覺得最有才能 在電視上 有一套東西 可否腰斬了就是走得太快 不是,輪流轉 其實走得最快的是《青春月潮》 那些小生是周潤發、譚詠麟 張國強、任達華、張國強 你想想說… 現在全都紅 甚麼?電影的卡士也請不來 做到電視的,不是很羞 但走得快了 人們都未接受 現在各方面都好 科技方面都好 你會重振旗鼓做這件事嗎 所以我說我可能是創業 不,我這樣說 我們用數字來計算 當時中國的電影和電視 市場未成熟 現在看馮小光拍攝一套《地震》 也說收五億 我們想也沒想過 當年10部電影最收的 我佔頭四部 最厲害的那部收到2800萬 四條線都放外戲 四部都是我的 最佳選手是《青康追女仔》 我們現在還經常播放的 對,現在經常播放的 不然現在才發財 現在才做 你想想,它一部也有五億多 它不像凡達那樣全世界買 買了一個國內的 你想想,國內的市場 我們不要計算了十多億人 我們只計算二、三線城市的戲院 每天都有 國家的國策也猜是他們在戲院 只要一部電影普通收 一部電影是限定的 你想想,市場較大 以我們的經驗,我們的資源 以及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網絡 是可以大做一番的 我一直在說表弟的 習慈偉的網絡 因為我開一堆帳 我怕我不能做 市場在這裡,你能做嗎 隨便一個網絡 你現在看到騰訊也好 或者是普通的網絡 我也不要說百度 那些影響的層面大得 真的無緣佛街 我微博開過帳戶 我怕國內人的粉絡比我更多 不可以了解 你不認識他 不過他已經有粉絡比你更多 對… 如果你認識他 這不是我們最早… 1997年未回歸 我們90年代做了這件事 現在人家發達 是因為退後了十多年的科技 才到達 以前我們開了機 外出等十多分鐘 也沒有一件事可以上來 那你怎能做到 對吧 這就是與時俱進 對嗎 是否要開你的飯 所以他永遠在最適合的時間 做最適合的事 朋友就是用來踩著人上 當好朋友幫助你 他真的有心去幫你 他扶不扶你 你真的走的路近了很多 我人不太有灰色地帶 我真的分黑和白 他對我好,他說什麼 我真的相信十足 我相信十足 在我們生命之中 除了家人之外 我相信朋友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的朋友 會帶給我們很多啟發 支持 鼓勵 所以我們中國人有句說話說 近諸者赤,近默者黑 真的很有道理 你說你最開心的就是很多朋友 對 你朋友裡有很多老友 但你說說最老友… 是否我的表弟、阿倫 如果是,為甚麼 是阿倫,不是你的表弟 為甚麼 為甚麼 第一,我們太小時候 大家都在白紙上升 真的肝膽相照 大家都只有菠蘿包 沒有其他人 很容易一人一半的菠蘿包 我們的嗜好一樣 適與眉事 適與眉事和網路一樣 大家說的話完全是看法一樣 很接近… 沒有猜忌,我和你表弟也沒有 但我們成為成人後 大家在娛樂界認識 是 差了一點 對,你和阿倫是… 你和阿倫是同學 不是 在街上玩 同隊樂隊 十多歲同隊樂隊 同隊樂隊 大家真的從沒有到他有 我現在還是沒有 你客氣 我也是…不是我賣單 不是代表有的賣單 通常是沒有的賣單 當然是想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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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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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阿倫有的賣單 對嗎 你想想,他這麼有錢 幫我出錢 對 對 你說我們是好朋友 好朋友 但你們如何保持著 男性和男性之間要建立友誼 相當難 非常容易 只要豁達一點 想開一點,代別人想 他經常代我想 我破產,他給我破產 管理官的費用 我也有幫你付 那時候才是重要的 因為那時候是他… 一次就好了 他沒有錢… 那是他第一次買樓的首期 在南風新村 那首期是2萬5元 即是光膽出錢 對,但我不給那2萬5元 破產管理官 我就不可以把我的工廠結業 他拿出來給我 我最重要是媽媽說 我答應他兩個禮拜後給他 但他媽媽說 阿倫,記得拿回來 我們是第一次買樓 有多大壓力 我終於做出 即是兩個禮拜出來 對,我們做得到 那就轉一轉 但轉一轉,你有權不能轉 你破產,公司破產 雖然我不是私人破產 你想想,我們的交情是去到那裡 去那2萬5元 是他第一次買樓的首期 都給了你 都給了我去 原來是要給2萬5元 破產管理官 才讓你做一盤帳 你破產…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還未破產… 不過好像… 因為我管過破產管理廚 那時候在大東地方的六樓 好像沒那麼貴 不過我記得好像是8000多元 不是100多元 但你會找匯計師做 你覺得… 男性很喜歡兩個會鬥 我們從頭鬥到尾 無論任何體育運動 唱歌,甚麼都鬥 不會相感情嗎 不會,反而良性競爭 是令你一路進步的 當然,他人比較豁達 我任何運動都會贏他 他也無所謂 他不是無所謂 那怎麼辦 運動是公平的,大哥 最好笑的是打網球 他說有件事你不懂 他打了很久,我真的不懂 打網球就好,他出去打 你拍也不會打 撲,贏了6比0 他贏了你6比0 他贏了你6比0 我說你贏了6比0 我一個星期就贏了6比0 他說… 這樣便笑 真可憐 我立刻第二招 找個教練,早上7時開始練習 練得手都軟了 教練不肯練,我用機器練習 練習了一個星期 真可憐,真的贏了6比0 有天分,沒辦法 我們說你歌爾夫球 聽說你歌爾夫球 更慘… 93年3月8日 我們三個一起學,四個學 一個不在,一個小黑不在 我們不知道那些呼球員的距離 可以這麼大 我們說一輩子打平手 一千元一個洞 那是要吃飯 一千元一個洞 那時候要… 飯很貴 那時候要上一個洞 對吧 每個人都一樣,一起學 對吧 很醜,打了6個月 我贏了香港很貧 我聽到 打了6個月回來 然後打給他 次都說,沒空 沒空 然後再打 來,出來 他說 因為一千元都沒有簽訂 給我三百 他給我360元 當我是Kelly 他說,輸了360元 最多這樣 你再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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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些好朋友 你沒辦法 Nego,阿倫就是你的好朋友 有幫過你 你人生會遇到一些人 就…害了你或是累過你 你又會… 即是馬上彈開 做朋友 這樣很少 其實我真的覺得朋友 重要在… 我真的有一條貴人的命 又跟宗教無關 那些人就當風水說貴人 我真的有一些貴人的命 即是你身上嬌教的 即是你身上很多天使 是的 你這樣說 我剛才也… 我們聊天也知道 我不是一個充滿學識的人 我很多東西都是半途出家學 我想去學賽馬的時候 我就遇到兩個很厲害 賽馬人 我很想去學做生意 想做股票的時候 我就學到兩個專家 真是專家 即是…難聽一點 你也知道 那時候你經常是… 你監管的 所謂做妝… 其實做妝的意思就是 我將生意做好了 業績好了 我要去上市 就是你整個過程、規例 我不懂的,我沒有讀過 那我就跟到這樣的人 會學到去怎樣處理一間上市公司 由起步去怎樣 或者批股、發行什麼 什麼是CB,什麼叫什麼 我無端有很多貴人命 當我想學賽馬的時候 這個人又在股票上買賣股票很厲害 對其子、對衍生工具很厲害 他又會告訴我 我怎樣去吹吉避空 什麼時間 怎樣去跟群眾走對面 原來賽馬和股票 都是跟群眾走對面的… 是我要… 對,完全是那件事 不是戲,是別人看漏了的事 你仔細地把那件事分析 是你最得著的事 當然,在我一輩子裡 一定有些人… 普通人看上去 說我搞錯了,你對他這麼好 他會這樣,這樣也可以 不知道我的救運是甚麼 我也遇到很多人 但我完全沒有覺得… 當時會覺得不好吧 這樣也可以 但你後來想想 又是一個經驗 原來這個世界有一個這樣的人 你又會小心了很多 下次你又不會踩到那個桶裡 所以我說 朋友是用來踩上去的 當好的朋友幫助你 他真的有心去幫助你 他能否負負你 你真的走的路近了很多 你便不會走冤枉路 因為他的經驗已經告訴你 這樣不行… 他已經走了很多次 但他願意指明路你走 你將你的學習時間縮短了很多 但你未試過 不知道他會否陷害你 或者出賣你 這方面其實我比較… 如中也好,如學也好 我是稍微麻木 我個人不太有灰色地帶 我真的分黑和白 如果我覺得Fred是我的好朋友 當然是交往這段時間 他對我好的話 他說甚麼呢 我真的相信十足 都是好的 我相信十足 我不會說他的樣子也好 譬如那件事我請教了他 有時真的有些大小我不明白 我有幾個人,我一問他 他也會,我問他 白鵬哥、Peter哥 有時他們的知識範圍 他未必是讀回來的 但他的分析能力真的很強 我試過幾宗多大的東西 對我來說很大的銀碼 我要決斷他做不做 我就打電話 只是打電話而已 出來聊15分鐘、20分鐘 他很容易分析給我聽 我聽說這樣也不對勁 不是吧 我就很自然把那件事抹掉 不做 但有些我以為很微細的事 我以為不會賺太多錢 我還是試試問問他 因為每次都對 你知道我問誰 我出來聊聊天 相反,不是的 這件事有得思考 那件事像坐火箭 這樣就得了 相反就是有些人覺得他好 很相信他便會說話 很相信 另一類就是 你認定他不好 絕對不相信他 可以這樣說 但有些朋友 譬如有些壞習慣 或者諸如此類 我不是很懂得去改別人 其實我未必是人的貴人 他不斷犯錯誤 但難聽譬如吸毒 我勸不到 因為我很多這些壞朋友 因為我又認識很多人 但是害了他一生 這件事我真的可以說 我有幾個朋友很厲害 成功的那些 但碰到那件事 原來變成別人 完全是別人 所以真的不能碰到那件事 令你整個思想 整個人都… 總之你覺得變成別人 甚麼都不喜歡最重要的那件事 完全… 你認識他之前不是那個人 當然這些例子 大家都很多次看到 即是你喜歡壽谷嗎 或者壽谷喜歡你嗎 我想他沒有東西喜歡我 他只有一個字,是忍的 是他第一天追求我 已經告訴他我不生小孩 說錯話了 是他追求你 是他追求你嗎 這是很大的秘密 我經常覺得生老病死 是必定經過的過程 要到那時候,你也控制不到 樂觀地看這件事 自信是自己培養出來的 每一件事,你定了目標 不到目標,不停手 聖經用那人獨居不好形容男性 就證明男性很難一個人生存 當我在掙扎求全或奮鬥的時候 確實需要一個女性在背後支持她 就像我一樣 我太太成為一個很大的支持者 她幫我照顧我的家庭 照顧我的女兒 照顧我的教會很多事 以致我可以走到外面 世界各地做這麼多事情 雖然好像還未達成功 不過真的非常感謝我太太 在背後的支持 一向我叫你聰明 我以為你年輕很多 因為你… 秀姑有什麼秘訣令你這麼… 這個就跟你太太一樣 分擔你所有的事 她唯一是我的全職梳化服 我所有的頭髮、添身、衣服、化妝 都是她做的 是否很多 不是…主要是因為她收錢 我好像聖誕樹 買回來重製一個 掛上的東西是她掛的 掛出來搖 所以有搖前樹之稱 萬一她知道你的缺點和優點 對… 真是臨師 即是遮掩 官人於眉… 即是彰顯你最好的東西出來 官人於眉,沒錯 她把所有的缺點都蓋住 然後我出來說話 叫我講慢一點 然後她一直用嘴形 然後我便拉出來說話 這樣就不會出錯了 因為我沒有文學根底 出口的商人 經常得著人說話 唯有慢慢收斂一下 我想問 你跟壽姑很明顯感情很好,對吧 很明顯嗎 很明顯嗎 很明顯 究竟你喜歡壽姑嗎 我… 壽姑喜歡你嗎 我想她沒有東西喜歡我 她只有一個字,是忍的 我想… 這是未得你 對… 當然是未得你 耶穌只是這樣忍出來 忍下去 就是救世人 我經常覺得夫妻相處這裡 你只是容忍而已 大家諒解和容忍 為何容忍,不是互相尊重嗎 不是,那個已經是第一步 我說到最後的步驟 已經是… 她不尊重 她不會忍她 對,已經不會忍她 我的意思是容忍 每個人的優點 因為我們兩個人 每個人都由不同的環境長大 即所謂青梅竹馬 就算是,都不是兩兄妹 都是不同的家庭 生活習慣一定不同 優點是人都知道 又美女,又很身材 甚麼都齊 當然容易接受 那缺點是甚麼呢 原來你要喜歡的缺點 其實所謂是容忍的缺點 因為她容忍我 所以你一人通常會遲到 對,你有容忍 她怎麼會遲到 因為她扮演你 不是,你是錯的 她比我更快,衝不扭 打完球,在洗澡房出來 也比我更快 我不知道她有甚麼理由 這樣很厲害 不知道是否沒有衝 總之她… 想這些我就覺得是優點 她沒有要我等 我一做這行,她就馬上不做 她沒有搶過風頭 對吧 難怪我求她很久 請她上來跟你一起訪問 她也不接受了 我現在明白了 她不敢想 她接受了訪問 她就不會接受訪問 她怕我咬 你不接受出來 咬了我不會回答 很多事情… 對,我想問 為何這麼多男人都好像這樣 就是老婆不在,口又如何 但老婆一在,立刻閉嘴 不出聲 我無法回答你 我老婆在不在,我也口又如何 我幾十年說回那個笑話 她一樣照笑 好像她們經常照顧 我真是太可愛了 每次都笑 你還不笑?聽過幾次 阿倫經常說 你怎麼搞的 每次都是說這個笑話 你又不笑 是否因為你的記憶力好 她的記憶力比較差 她的記憶力很好 但她有部分記憶力不好 她只是不記仇 她只是記寬朗的東西 這件事我從新學回來 其實這件事我從新學回來 我小時候 我記仇兼記不喜歡的東西 原來你是磨折自己的東西 沒有答案 有些東西不能報仇 報不到 報不到,那件事過了就過了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我老師就罰我 我就想想怎樣報仇 就是我將來做老師 就教他兒子 原來是不行的 可以,你現在要教很多小朋友 你不會用藤尖招呼 你怎麼找回他的兒子 才會學習 那你要是神派 如果記仇記憶力 就很可憐 對,如果你要把仇人痕 在心裡 其實是令自己不快樂 是… 如果你釋懷了 那件事原來是一個教訓 那原來就沒事了 我這樣處事 但這種處事方法 是從她那裡學回來的 她是教樂觀的 她是教樂觀的 這個很好 你兩位結婚這麼久 真的沒有想過生小朋友嗎 不是 是她第一天追求我 我已經告訴你我不生小朋友 說錯話了 是她追求你 是她追求你嗎 這個很大秘密 真的 這個很大秘密 整個節目只有這個 真的… 爆出來 是我追求 他都要爆開追求 做人就很快 所以我證明給你聽 為何我開始說 我老化的嘴巴 這叫不經大腦 對,不經大腦 通常是真話 通常是真話 牧師說我們 通常是沒有 牧師說我們便相信 牧師說我們便相信 不是吧 對,當然 你代表神跟我們說話 我們一定相信 不是句句,有些代表自己 那你為何不愛小朋友 說真的嗎 我最聰明 現在現代很多人知道 不需要 第一,負擔不起 我們當時大家… 我就沒有… 你也負擔不起 不是,我很年輕的 現在很年輕 很年輕 我現在很年輕 我25歲都沒有了 就要逃跑 當然沒有逃跑 我只是宣布破產 公司 但我等於零 我又要從頭開始 我去創業的時候 我賭性這麼強的人 我是否要拼搏 我拼搏後 不知何時才能拼搏 你哪裡敢有弟弟 我們也分開五、六年 那五、六年我在中東 中東 我也不在,對吧 到我回來後 其實我不是年輕人起步 那時是三十多歲 我是29歲 29歲才起步 29歲才起步 29歲才很年輕 我起步是事業 事業 很多人在29歲也是起步 我不能在24月內 立即去回答我 我達到我的目標 我差不多要10年了 我要儲我的第一桶監 我進來電視台 500元的工資 一邊表演 他們告訴我,那時候很高 1978年… 1979年頭 已經很多了 但是我還未有電影 我真正儲得第一桶金 我回到八、二、八、三年 我一收那套花甘大笑 接著收青花王子 接著下來就不用說了 後來的戲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也有三十多歲 對,三十多歲 那時候已經儲得了錢 一儲得了錢,我心多了 又想做廉碼師 又想自業 又想買法拉利 又想買林浩堅 又想這個又想那樣 即是太多繁術 不,而且最主要是 當時他拍攝《十三會》 他有三個月,不知道蠻腸穿了 所以陷入了 其實是隨時不在這個世界 三個月拍完才去看 他們以為是腐科病 誰知道才發現 我一個醫生告訴你 他是蠻腸穿了 留在我旁邊,再有一個龍饕 很恐怖 所以他只是開手術三次 切了很多東西 更加不用生育 他半年來在醫院裡 他由一百二十多磅 開手術開到八十磅 我也打算再見 他再開一次就再見 如果有新藥 他才可以拿出內臟洗乾淨 等待他進去 有一部份就切了 但當時你心情如何 心情如何? 這次還不發達 可以找新女朋友 你是不是想我這樣回答? 老師,心情當然沉重 但問題不是由你控制 所以我看生死就看得很淡 我經常覺得生老病死 是必定經過的過程 要到那時候,你也控制不到 你只不過處理… 我看看雲良好運 我看大所一樣 走先,等於移民 我看妹妹或Lessy 她們比我們年輕 她們都走先了 我便覺得如果她移民去巴西 我也不會去探望她 要乘33個小時的飛機 沒有分別 我將來去那裡加入她 也不行 我不知道是用基督教的方法 加入她 用我白龍王道教的方法 加入她 用佛教的方法加入她 我自己天主教 最後那分鐘才知道 才知道 可能我一旦不在那一分鐘 才馬上申請她 一早去,那邊好玩很多 不知道 你臨去之前那一分鐘 你決定去哪裡 有得決定嗎 有得決定 同時說,有得決定 是嗎 有些年輕時結婚 就決定不生,有甚麼原因 但到近年來 我覺得挺後悔 如果… 重不後悔 不生,我們會否收養 或助養 我有五隻狗 在香港四匹馬 雖然我要養 每個都不少錢 還要是沒有回復 不過不用找名校 不用買Depenture 不用想她讀香港大學 還是讀哈佛 對,不用煩 不,也要煩 我早上早上去看她們 跟她清拆,做完 看完馬腳千萬不要踩錯了 當她是子女嗎 子女… 我覺得其實動物… 我別提到現在很多市民 看到別人欠家產 他們一定不會欠家產 吃了多少飽就不走開 再吃也不肯吃 叫她過來拼了尾 一定認得你 走過來,鞠躬盡水 你叫做甚麼做甚麼 輕輕… 扔就扔 絕對不會做另一種動作 你叫她咬那個,不會咬錯別人 所以人有趣就知道 人有趣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她不是動物是這樣 我既成這些動物 因為我喜歡馬 我喜歡… 皇宿喜歡狗 變成我們沒有小孩 沒有了負擔 其實沒有了負擔 對我事業上的充斥是幫助的 我無後顧之憂 我不用想怎樣回去 我聽說400萬才養大一個小孩 那些是過分的 不是的 現在讀學校要400萬 小學、中學 因為你養人也要這麼高 的檔次當然要400萬 那那些拿中環不用養兒嗎 不如這樣吧 我生兒子給你,你給我400萬 不,我們說話 那個朋友經常拉不到 就是因為這個 因為他們不斷受高深教育 不斷接觸到 所謂上層的職業 這邊不斷… 教育不能去到那個水平 整天都越拉越開… 這個論點是有些歪理的 有些家長… 不是,家長有些歪理 400萬個子女 因為他將自己很多期望給孩子 例如現在有些… 小時候已經不觸碰廣東話 不觸碰中文 希望進入國際學校 然後進入港大 或者去外國讀大學 那你就算了幾百萬吧 不如這樣吧 你推他去… 對,他不是 我們以前不同 以前不同 以前的消費不同 我們以前需要說 但就算是現在 不,拿中環也考了8個A 不,以前不是 對 一樣可以進入香港大學 不是 我想說400萬,這個有點歪理 不是,現在是讀… 我不知道 中小學的學校要400萬 300萬 我讀書 是 我兒子讀完後才回答你 不是,你進不到學校 那些就是這樣嗎 很厲害 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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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 我們當時沒有 沒有這些嗎 我們有20元學費而已 16元,我讀給16元 已經是12年年費教育 你年輕的時候,我給20元 你給16元 不,因為我… 可能成績比你少許 有4元的獎學金 有16元的獎學金 真的,找那麼久 找到我們的分別 原來就是4元的獎學金 不,那時候還可以找助養 有些西人走過來看助養 那時候是… 那是曾志偉的爸爸助養 對… 對…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那麼多 我只是看你的要求 你可以這樣說 但這個制度有否改變 但我們現在多了8間大學 對,12年免費教育 我們當時只有兩間 12年免費教育 我也說不可以一班都不用教育 就讀書 理論上是… 對,我們免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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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免費教育 免費醫療 有貸款,這些貸款的條件很好 我現在回頭 我不是一定能讀大學嗎 你肯定… 你現在讀書 你現在讀書 阿Lek,如果你想 你明天可以去大學 申請讀書 寫論文 是吧 寫論文又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件事我不知道 人家惹說寫論文是甚麼 我覺得會有人收你… 沒有人收不到 沒有人教育那科 賽馬是誰教的 你跟賽馬…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跟賽馬博士 賽馬博士,一定是賽馬博士 如果香港的記錄 我叫馬會得出名單 我一定是 投資的賽馬博士 我一定可以取得這個名單 但我看到人人的卡 給我一個博士 我不要 要吧 教授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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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嗎 說一下… 說一下馬教授 很乖 Aleg 現在你看到香港社會 你不要管你是甚麼原因 打了報紙 很多元氣 全部都是負面 哪一個人看過這個節目 也好,認識你的人也好 也覺得你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帶了很多歡樂 不單是讓你自己 給很多朋友 因為我行業而已 對吧 如果現在你對著鏡頭 你要跟香港人說話 即是你怎樣看現在的問題 你認為他們應該怎樣去面對 現在很多問題 你會說甚麼 怎麼輪到我,應該是你 不…應該是你說的 應該是你說的 因為你是一個很… 香港人 每個人都看到聰明的人 就是這個人充滿自信 未必說你聰明,充滿自信 很樂觀的人 很有鬥志的人 一個這樣的人版 可以跟我們香港人說 一些鼓勵的話嗎 其實我覺得 我也是一個很普通的香港人 每個人都有 大家都看到我怎樣成長 即是你也有機會 跟我一樣的地方 和方法成長 以我在前半身 沒有那麼多資源去支持 我都可以打出天下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樂觀也要看這件事 自信是自己培養出來的 每一件事,你定了一個目標 不到目標,不停手 當然不是不扎手團 而是正途 香港有很多機會 尤其是我們現在… 老套點說 我們整個後面的大老闆 或者我們的後台 整個中國 那是真的 因為市場真的這麼大 是看你能否去開發 很多人在1995、1997年離開 在地產上不行 回到國內 怎料國內地產更厲害 當然會有調控 很多東西 我們香港人就像Ameba 我們去適應那件事 當我們能夠適應做廠 我們也能夠適應做行政、金融、服務行業 甚麼行業都可以 在每一行都出狀元 我們念熟中國歷史 我就是念熟 學校出狀元、失敗成功之武 其實很老套 都是那些東西 不過那個信心 和你自己去培養出來的東西 你能夠培養就可以了 很容易看就是 看我這麼差勁 都可以做到今天 不要看你的成就 對吧 Lek哥,謝謝你… 今天我們真的很開心 Lek哥跟我們分享了他 很多心裡的說話 你比較少分享 我問你回答我 你繼續回答我 有機會… 等你開節目 等你開節目 我相信 所有今天看我們 以時相聚的節目的觀眾 都很有得著 希望是 謝謝Lek哥 謝謝… 是 省眼也認識了Lek哥幾年 經常給人的印象,就是他很認識 今天跟他做完訪問之後 可以說是眼前一亮 在我面前的Lek哥 其實不是一個 像我們覺得認識 又沒法提到的人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很虛心學習的人 希望他在他將來的事業中再創高峰 我和部分香港人一樣 很怕一些人表面不斷認識 但實際上沒有什麼內涵和知識的人 但如果一個人又認識、又有知識、又有內涵 你就不得不寫個伏字 就像今集阿Lego一樣 他不單對著鏡頭認識 而且他是不斷努力學習 將勤保住, 真是寫個伏字